颜值挖地 实力拉胯 比飞还能富得过三代吗 强烈建议心情不好的啊 都来看看TF三代的畅调实力 阿对 就是那个内娱新来的13个出生 粉丝名攻击性极强的逆蝶 哎 他们开始出道战啦 每个人的发型都是堵船锅盖头 十万大学在有的人眼里 恐怕只能看见五万 他们长的呢 也都各有特色 像我班里顾顾顾通通的男同学 本来以为他们平均练习时长 七一年应该有两把刷子吧 结果嘞 主题曲考核时一个比一个拉胯 第一个通过考核的苏星号 大家且看且珍惜吧 因为后面的 有双手抱头棒动作一号 眼神飘忽棒动作二号 假装很忙棒动作三号 青春时发动的那里墙 修行的那里傻 傻 无所之外呢 还有一言难尽的 雨落成花 你的头发 爱戴起立法呀 日记里都放不下我的探测 旺词大 日记里都装不下我的颜色 被一张 好想定格 能再来一遍吗 老师 套错牌子打 是谁的梦 悄悄中下 晚风吹过 最震撼的还是20秒破音五次的重量级选手 直接把老师都唱乐了 果然呢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六七年 玩的有多爽 由于拉胯的人太多 连五个能通过考核的人都凑不起 剩下的一个名额呢 哎 哎 在里面 八糕个儿 每个人呢 都在各条各的 特的乱七八糟 估计疯狂切近景 也是因为太不整齐了 甚至 还有忘动作 直接立正摆烂的 这歌啊 不但跳舞动作妄媒了 唱歌也虚的 像马上就要吸氧了 八月盛夏 雨若成花 是谁的梦想跳中下 十代风骏 你现在不卡严就算了 怎么连实力也不卡一下呀 GRF三代 这样真的凑得够出道的人数吗 网友拉平 十代风骏 怀胎了六七年 结果怀的是个畸形儿 终于等了 他为何要顶住外界压力 力宝手抓饼歌能够参加数道战 原来是怎么赢的 听他吃穷人喜欢吃的手抓饼 起码他还是有点实力的 那年的相遇 分开都飘着花 我们曾笑着 闹着 去追晚霞 青春是发浪的乱家 苏心的绿沙 向着天空大盛看 等着你回答 张静豪临近出道 被爆谈恋爱 和小嫂子甜甜蜜蜜 热搜力压祖师爷 也算是小火了一把 这次出道战呢 他还是很有辞职之名的意 一个正面标签都没选 给自己贴上了观众员差的负面标签 到了有没有上过热搜的环节 别人都是 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 他是 我不敢看主榜主要是 我不敢看主榜主要是 确实 其他12个人 加起来还没他一个人出雷把碎呢 宿舍生活守则的内涵谁 我不说 有爱同学 但禁止早恋 本来以为张俊豪他亡了 应该夹着尾巴做人 结果 加速运动会上 这歌自我介绍时还挺自信 大家好 我是今天 加速三代登陆介绍 张俊豪 结果被贴脸开大 嫂子的网名震耳欲容 哈喽大家好 我是PG 张俊豪 在中文记录我 张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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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张俊豪还是个Sprime哥 运动会上 他耍帅购篮光 帅了个大焦 没开二度 偏要装插成功才行 PK时也要特立独行一下 而我能free吗 不过 梅哥成功 手雷失败 赢了张俊豪的左行 其实还没他坦当呢 首杂炳哥是一个正面标签媒帖 左行呢 是一个负面标签媒帖 他还说的真正有词 我觉得可以以全新的姿态 去迎接新的生活 就没必要再背负这些以前的东西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你是觉得过去了啊 被你多次用石头砸的老奶奶 有没有钱过去了呀 除了郑主那一堆事儿外 DRF三奈的粉丝也不让人省心 还不前 我们不骂导师 最新一期播完后 杨和苏的点评被骂上热搜 关键是 这哥说的挺中肯的呀 可以说是他最温和的一次了 选取是这个分数的一部分的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 更有难度的一个曲目 但是没有完成的更好 这不会加分 在我这只会减分 因为我觉得一个歌曲的难度 不是我评判的标准 而是你完成完成的怎么样 可能你们过度的把注意力放在了 我一定要后面高音的时候绷住 导致前面就没有那么 认真的去完成那个部分 中低音的东西反而更能打动人 反而要把它唱得更好 而且这种地方不是靠爆发力 更多的是靠你情感的表达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结果还是出到这组粉丝的逆临了 反正还就是不能说我们家哥哥不好 变腿攻击 杨和苏的粉丝反正就对了 TF三代粉丝难道有每播出一期 就要骂一个导师的指标吗 第一季的声乐老师中文 被骂区别对待朱志欣 因为最后播出的片段 是他直接让朱志欣自评 自评一下子吧 自评 主要是有些感觉这个就是key比较高嘛 有些高音就是控制不了 被骂了后呢 他澄清朱志欣前几次来考核音就不准 自己已经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啦 现在他也突出了录制 朱志欣呢 其实是13个人里面出道的这门选手 但谁能想到 TF三代属于自己的赢不了 走不掉的汪苏龙 热度反而更高 张子墨本来走的是音乐人的路子 结果被拉来凑人数 说起自己的练习时长 哎对感觉很好笑 我练习时长10个月兄弟 上帝给这位哥打开了音乐的大门 就给他关上了舞蹈的窗户 考核时呢只能站桩唱 由于拉快的对手太多了 张子墨瞬间脱颖而出 事实证明 一时的努力是没用的 别人跳起来是这样 你打住我身边会走开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你远到未来有情风 别人跳起来 张子墨跳起来 像打太极似的 把舞跳出了心边的味道 这动作是他自个儿变的 我变的 一样的 哎那他俩做得好像不一样 我感觉 说了比赛的张子墨 崩溃痛哭 他还特别自责 我不想 因为我 然后让整个看起来不齐 然后让大家外界再说什么 就是他说三代调舞这么多年 还是不齐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 然后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 嗯有没有可能啊 没有你 他们也是挑不起的呢 更射死的是 张子墨 主题曲直拍还断层领先了 大家都争先围观他的四肢有多不协调 先半段 偷瞄别人动作 到了副歌 瞬间自信满满 谁能想到 还凑个数的 突然人气这么高呢 如果说 石团当时是打破户头规则 团魂爆发时要一起出道 那么团魂在TF三代面前 压根不存在 去年8月的物料 直接让你们三代好精彩 冲上热搜 回归的邓嘉欣放言自己是三代窝户第一 直接得罪了两家粉丝 甚至还迷惑谎的内涵 我已经得罪了两家粉丝 还能哪两家 张吉回队 让他多干事少说话 有些人在那天天在那说 我是第一我是第一 找不住了 我想说的就是少叫嚣一点 对 去闭上嘴巴 干正事 陈天润呢 更是平等地扫射所有人 包括自己 那三代唱歌都很垃圾 我就把话放在这 都很垃圾 嗯 我也很垃圾 我也很垃圾 TF三代 颜值 实力 团魂 一代不如一代 而他房率 却突被猛涨 难道公司就没有问题吗 出道站录制时 木质城崩溃 登上热搜 疑似知道了内定的消息 如果剧本者就定好了人选 让大家陪着演戏 真的公平吗 而主题曲 第一个通过考核的搜信号 三公司认真的准备 结果竟然没有舞台 这才两期就已经这么抓马了吗 而且长期在压力这么大的环境下 三代承受不住的人有很多 有被救护车拉走的 有崩溃大哭的 有把自己手打骨折的 身心健康都很受影响 两城市的标准达是TFBOYS 但他们当时是天使地利人和 时代风俊 或者石头过河 根本复刻不出来 时代少年团的成员 现在大多是当综艺嘉宾 好一点的餐饮电影 但黑红的他们 始终比不过一代强大的路人员 而TF三代垮成这样 路又在哪呢 记得一键三连哦